大家好,我是林士碧 欢迎来到今天的日本旅游情报站 我们今天来到东京已经到第 我已经不知年月,这是第几天了 这一次我们说决定的很冲促嘛 在过年前来还是来东京一趟 然后呢,这个决定的很快 所以行程其实设计的也很仓促 那我们最后决定的行程就是前五天在东京 那后面五天,四天,四天左右在清景泽 小朋友要滑雪吧 特别是我们家的姐姐 她去年冬天的时候在准备考试 她不敢出来 所以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去年此时 我是带妹妹 我们两个人就来迪士尼滑雪 那所以这一次是姐姐终于可以冬天出来了 所以滑雪是这一次很重要的目的 我们还是去清景泽 因为小黎这个身体有些状况 她今年可能不太能滑雪 所以你不能让她滑雪 那你当然要让她去outlet 所以今年就很自然地选择了outlet 清景泽 清景泽是滑雪的地点 那我们会在入住久违的这个八人小木屋 请大家期待 那也另外一个方向是清景泽王子在这个疫情期间 他其实经过了一些renew 我们知道在这个疫情期间很多的设施 日本的设施没有客人来 那可是他们就趁这个时候就做了一些维修 那所以整个清景泽王子 特别是吸管 以前最成就的吸管 有经过一些更新 我也很期待这次再去看一下 那只是我听说 现在这个清景泽王子的生意越来越好 疫情已经恢复 那现在是热门到每一餐 这个早餐晚餐都一定要用预约制才进得去 已经红成这样子了 他们跟我说不是现在寒假才这么红的 他说就是差不多大概这一年都是这样 就已经这个变得很红了 就国内旅游也红 然后现在外国人回来当然是更更是一乌难求这样 好这个是我们接下来会去清景泽 那这一次的旅程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 我们上次只是很紧急的 我跟大家报告了两件事 一个是我们决定了机票的过程 还有我们用TokyoState的那个很特别的方案 那应该是说冬极很特别的方案 驻到了冬极State营作的过程 那可是后来还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我姐姐我姐姐长期住在国外 不在台湾了 那很久没有见面了 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他在疫情后终于第一次回台湾过年 那带着两个我的外甥女 都是女儿 他们两个小时候的都去过日本 就是带两个小孩去日本 那也很久没去了 我应该跟大家提过 我姐姐是以前的叫做日亚航的空姐 所以他以前当然是很常去日本 可是就当妈之后 然后忙于工作 其实这多年也没有再去东京了 所以其实他们三个都还蛮想去的 那我们决定的很紧急 那他们回来台湾之后 他们发现我们会去 他们就想他们也想跟 所以我其实前几天上次录音到现在 除了在整行李 然后一些在忙的时候 那其实都在忙这件事 就是赶快帮这个姐姐一家人搞定机票 搞定住宿 又忙了一阵子 所以这一次的行程 就忽然变成了一个家族旅游 那我一个人带着六个女生 就忽然变成了女子天团的领队导游 兼撞中兼打杂的这样子 一个人带着六个女生 真的是很难带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意见 好 那就是跟苦谈 我比较会放在林氏璧的粉砖那边 跟日本自助旅游中毒者有所区别 大家欢迎去看一下林氏璧那个粉砖 记载什么这样子 好 那接下来我来讲一下这一次的旅程 我们去的第一个行程 因为我们是1月31号晚上到 那我很早就决定了2月1号 我们要去哪里 因为2月1号是丰州市场的一个设施 它叫做千克万来 那这个设施正式开幕的日子 那我记得大概是一个月前吧 两三周一个月前 就是克路啊 克路忽然有传讯给我说 他们有独家贩售 这个丰州市场千克万来的早鸟票 那现在当然已经开幕了 正式开幕了 它就不是早鸟了 早鸟票当时就是在未开幕之前就先订的票 那它好像可以到85折 那现在已经开幕了 它还是有一个独家优惠 好像是到95折的样子 大家还是可以参考 这个好像是克路独家代理的 那它的代理的这个套票 它就说除了这个可以进去温泉 它有三个方案 那你可以选择有没有加入盐盘域 这是第一个option 它有三种方案可以选 那有其中好像一个还两个可以加盐盘域 那另外一个就是深夜 你假如深夜进去有深夜料金 那跟我们之前说过的什么平和岛温泉也是这样 那因为这是一个可以过夜的设施 那它不只是只有那种休息区 它是跟以前的大家户温泉物语一样 它是真的有类似旅馆住宿 有那种阳室床的这种房间 虽然房间树木可能不多 可是它是一个有住宿设施的一个设施 那我先讲一下这个千科丸来在哪里 那它其实就在 丰州市场不是在这个百合海鸥号的市场前站 一出来 那一出来它就分了好几栋 比方说大家最常可能会想去的 那个吃寿司大的那一栋 它就是出站之后一直往右前方走 那你在往右前方走中间有一个路会岔到 La Vista我们去年有住过的这间旅馆 那过个桥 那还没有到那一栋 也就是在La Vista隔着马路的对面 这就是这个丰州市场千科万来 它所在的位置 那千科万来其实分成两个设施 割成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前面有点像江户风的街道 那那个分成一到三层楼 那它其实基本上就是很多饮食店 那有一些江户风味的街道 然后也有一些卖店这样子 那中间有一个类似这个 像我们去穿越的时候看到的那个钟楼 就很江户风的一个街道这样子 好这个是吃的方面 那另外就是走到这个千科万来的街道的尽头 其实也就正对大概La Vista这个旅馆 隔着马路相遥对望 那就是我今天可能会先讲比较多的 这一集我们会先讲这个温泉设施 那它叫做 等我把它叫出来 等一下 万叶俱乐部 它叫做东京丰州的万叶俱乐部 好为什么会把东京丰州地名加上去 就是因为万叶俱乐部其实是一个集团 那到目前为止 大家最熟悉的可能是横冰的万叶俱乐部 那还有很多地方其实都有分店 那可是我其实没有去过这个万叶俱乐部 那我比较常去的是大家户温泉物语那一系列 那像是什么普安万华乡什么的 那这整个系列其实都有点类似了 就是除了温泉会有的一些设施之外 那它可能会有一个类似像大家户温泉物语 以前是那种很东京的那种街道 然后可以吃东西玩游戏等等的 那可是在千客万来的这个万叶俱乐部里面 它是没有这种东京丰的街道的 那餐厅它其实也只有一个楼层有餐厅 然后其实就是看起来就是一个一般的自助餐 一个是内用的餐厅这样 那不像你想象的像以前的 大家户温泉物语有一个那么大的空间 然后很像走到时光隧道里 温泉里面是没有的 那外面我刚刚说的千客万来的那个 食物区的话 那个有点像江湖 只是它是分开的 那个是大家都可以随时进出的 而在温泉设施里 你一进去 不能自由进出 你一进去 然后就洗完了逛完了 休息完了 你才出来 出来就离开这个场地了 所以这个不像 有有我看到有些人在说 这就像以前的江大江户温泉物语 其实不尽然 然后 因为我觉得就你把它想成是一个 差不多温泉设施会有的东西 它都有的 这样子的设施其实就比较精准了 那另外它是真正的温泉 那在这个洗集团 万叶集团 它都是同样都是从两个地方运过来的 一个是香跟一个是汤河源 那每天这样用卡车运来的真正的温泉 那这个温泉基本上洗起来我觉得是无色无味 没没什么特别的 呃洗温泉的 这无色无味我觉得没有关系 那可是通常温泉可能会比较滑 对不对 呃很老实说 我觉得洗起来好像没有太大的感觉 那可是基本上它应该还是温泉了 它是每天从产地直送的 好 我觉得可能另外一个比较没有感觉的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它滤加的有点多 就有闻到 特别是这个它有一个足汤的地方 足汤大概没有办法 足汤 足汤就安全 不是安全 卫生比较重要 所以它可能滤会加的比较多这样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那我来讲一下我对这个温泉里面设施的一些感想 那首先你是要从就是逛那个商店 从多半人是从二楼一路逛过去 那你就会直接连到这个万业俱乐部的这栋大楼的二楼 那大家就会从这里排队上楼 那请注意这个时候电梯 它有两座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那从左边呢 是大家想要去顶楼的那个免费煮汤 那这里排队的人潮会比较长 因为这个是大家都可以去的免费煮汤 那右边右边的电梯就是要到这个万业俱乐部七楼 七楼是它的入场的拉比 那不要排错了 那另外这个万业俱乐部里面它的顶楼也有足汤 可是这两个足汤是不一样的 这个付费进去这个俱乐部的里面的这个足汤 人当然比较少比较悠闲 然后它是360度可以看到这个风舟附近的风景的 那在不要钱的那一边呢 只有一面可以看 然后当然因为大家都可以去 所以其实人就比较多 不能很悠闲的泡汤 那它在一楼 它其实都会有说现在总共有多少人 这样我们去的时候是那天的中午 所以那个时候大概同时利用的人有七八十个人 那就很多很多他要说非常拥挤这样 所以我一开始其实不知道这个两边的足汤是分开的 那所以我上去看的时候 哎为什么人那么少 我还以为就是大家人都已经散去了 不是这个免费足汤跟付费区域的足汤是分开的 风景都很好 可以看到彩虹大桥 好 那我来说一下 那它在这整个设施里有什么的 有哪一些区域 我们刚说七楼进去 那七楼进去当然就是要先付钱之后 然后他就一样就是给你一个手环 现在很多这种温泉都是这样 你之后在这里面所有的消费都是扫这个手环 它就会记录了 包括你你买这个喝温泉一定要这个泡温泉完一定要喝的牛奶 都逼一下就可以了 那在三楼的餐厅 对不起不是三楼 在五楼的餐厅 那要要付费其实也都是用手环就可以 那七楼一进去的地方就有选浴衣的地方 那你有一个事情是你在定的时候就要决定的 就是你要不要洗盐盘浴 假如要的话 那你会多拿一个盐盘浴特别的穿着 这其实在那个雨田的那个Villa Fountain其实是类似的一个机制嘛 盐盘浴的人要多拿一个盐盘浴拙 因为他们才知道区分不同的客人 那他可能会多给你一个大毛巾然后一贯水 因为盐盘浴可能失去的要补充水分比较重要 那盐盘浴的区域就在七楼 所以我觉得比较顺的方式可能是一开始先去洗盐盘浴 换衣服的地方在六楼 那你就去六楼 然后先把衣服都换下来 东西衣服都放在柜子里 然后你就可以先回到七楼洗盐盘浴 然后盐盘浴洗完因为全身就会流汗石头 然后你再去大浴场 洗完澡然后去泡温泉 我觉得这个顺序比较对 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换上 就是把已经失掉脏掉的盐盘浴拙就换掉 然后就换上浴衣 再出来晃 比方说去顶楼的竹汤 因为穿浴衣比较好照相 盐盘浴拙就普普通通的这样 那可是盐盘浴这里我要特别讲一下 我原来没有期待太大的 那可是我们家的小小梨非常非常喜欢盐盘浴这个地方 来我们来请小梨来跟大家讲 为什么她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哈喽 那个盐盘浴这个地方的那个 我觉得她的规划是非常的好啊 第一她的房间是还蛮宽敞的 很多地方的盐盘浴就是可能两三间 就是进去有加热那个地板可以烫 大概就这样而已 可是这个地方她除了 她的那个盐盘浴的这个浴室有三间以外 那其中有一间是女性专用 所以如果你觉得跟异性躺在同个房间会害羞的话 她这里有一个女性专用的那个盐盘浴的浴室 另外的话她外面啊 有一个很大的那个修气区 嗯她那个修气区啊 我觉得设计的很好的原因是因为 她那个一般的修气区可能就是一张一张的 类似沙发的椅子 她这边地上都是放类似软骨头的那个垫子 有的比较软有的比较硬 然后她还有一些像两人雅座这样子的地方 那你在这边可以看到很多人 三三两两躺在地上 就整个气氛是非常的悠闲 那这整个修气区呢 她都是有远红外线的 所以她其实在这个外面的这个区域呢 温度呢也是非常的舒适 可是又不会有一般空调这样的燥热感 那她也不会像在盐盘浴室里面那么的闷热 所以在外面休息的时候是很舒服 然后她这个外面这个修气区呢 可以看到东京湾岸的景色 这个我觉得景色是非常的好啦 非常的美丽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在这边待一两个小时 是都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这边中间还有一个 它那个是什么呢 火山盐吗 还是麦饭盐 麦饭石 对麦饭石 也是类似就是像你做桑那一样 有一个烤热的石头 可是它这边没有淋上那个水 所以它不会有蒸汽 那范围是很大的 那主要是因为这边的景色迷人 然后它又有这个远红外线 是整个室内是很温暖的舒适的 温度 然后整一个区域 我看到很多旁边的那个游客啊 来泡汤的都在这边睡着了 真的睡着人非常的多 包括我们家女儿对不对 对 所以你就知道这边其实是让人非常的放松 那他们就在这边从下午待到了傍晚 顺便看了夕阳 然后他们在那边就是觉得很悠闲 在那边轻松的聊天 那要不是因为就是时间差不多了 他们可能一直都不太想离开 其实事实上我们问了他 大概两三次 想不想 想不想回去了 他们都说还不想 他们就在这边就是外面休息休息 然后又到里面那个盐盘 因为他那盐盘域里面啊 不只是热 他好像有加精油 我闻到有一间 他是薰衣草的精油 也是非常放松 他三间好像是不同的味道 然后有一间是蒸气特别的多 然后有一间是不太有蒸气 就是干热 所以他三间都各有特色 然后他们就是在外面休息休息 又进去躺一躺盐盘域 然后又出来休息休息 那在这边可以这样一直巡回 然后还有一间cooling room 就是在那边可以让身体冷却 那我自己是在那个 他旁边那个卖饭食区 就是远远的也是有热脏出来 也一样是可以流汗 可以达到新陈代谢的效果 那这个盐盘域我觉得他虽然要加钱 一个人是加一千五百元的样子 然后好像可以再获得一杯饮料是不是 没有那个是客户的方案 我等一下正要讲 哦好 总而言之呢 我觉得这个一千五百块蛮值得加的 好那我就继续讲这个 我正要跟大家提醒 因为客户的方案 他有说可以送大家一杯免费的饮料 那我们2月1号是因为是第一天去 第一天开业 我们发现工作人员不慎熟悉这个流程 我已经有反映给客户的人 希望他们能改善一下流程 是这样的 你在七楼入场的时候 他就应该要发行一个那个饮料的coupon 兑换券给你的 七楼 然后你就要去五楼的餐厅 五楼是休息的地方 然后可是也是餐厅的地方 你不用在餐厅吃饭 其实也可以在那边坐着 休息 那那边有饮料bar 他是吃到饱的餐厅 那你就可以凭这个coupon去那边换一杯饮料 然后就坐在那里休息一下 没有一定要去那个餐厅吃饭 那他的饮料 那个饮料bar里面包括了酒精性饮料 所以像是我的外甥女 他们就点了一个 好像是一个红酒吧 然后一个香槟这样子 不错 不是直线sob drink 还不错 那就像自助餐本身 他其实也可以选择 要不要搭配sob drink 还是含有酒精的饮料 我记得含酒精饮料的吃到饱 那个价钱就蛮贵的 所以我觉得客户的这个 附加一杯 任何饮料的优惠 我觉得还不错 那可是就是提醒 假如以后想定这个方案的大家 流程是这样子的 好那另外我再讲一下 其他的楼层还有什么 那温泉本身当然我觉得就是中规中矩 也没什么好特别讲的 就是有室内池 室外池 室外池的风景还不错 那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他不是每一个池都是温泉水 这个其实在很多的温泉设施都是这样吧 有些可能只是碳酸泉 有些是冷泉等等的 不太一样 你要看清楚哪一个池才是那个 我们说这个运过来的温泉水 那有户外的部分 那可是我昨天 不是昨天 现在到底是星期几 今天星期 今天2月3号了吗 没有接2月2号 就是昨天的事 好我们2月1号去开幕当天 所以真的人蛮多的 就好像不能很悠闲的泡汤 因为就跟下水饺一样 到处都是人 女生那边还好 真的我们男生好多人 然后他也有桑拿 就三温暖 该有的都有这样子 也没有太大就是的 我记得以前的大江湖温泉物语的整个汤匙的种类 还有那整个泡汤的地方 都很大 非常的大 我印象还蛮深刻的 那可是这个没有那么大 这个就如同一般的温泉设施一样 也没有特别多这样 好那再来他的2楼 你可以最下面到从7楼一直往下 他的设施都在下面 那2楼有一个就是很大的休息区 那有很舒服的沙发 这里是24小时营业的 所以其实如同平和岛温泉一样 其实你可以在这里过夜 可是当然就是要加深夜料金 或是我刚刚说的 你可以直接就订他的房 住在他的房间也是有的 那在2楼他的那个沙发区 他号称 我记得他写是有超过1万册的漫画 现在好多温泉都很流行 要有漫画收集 所以他的藏书也是蛮丰富的 那有些座位也是可以看电视的 好那大概就是这样跟大家讲 那客路有一个独家优惠 就是温泉加足汤加一杯饮品 那95折 那就给大家参考一下 好今天有讲到这里